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方寸對決 旭哥覺得這款蠻像之前的那個無名江湖的 玩法蠻相似的 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 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功 搭配這個最強的手抽 當然還會有史上最多組的禮包 加上隱藏版的序號 幫大家總整理 好那最強的攻略 最強的福利 最強的手抽 那還有這種玩法流派 總整理都在這集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我們進入攻略 Let's go 好還沒進入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換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開服到現在推出的禮包碼 總整理直接分享給大家 一次把說禮包碼 包含這個TD0822 然後有這個FCDJ822 然後DJ0822 什麼核心 終極 然後V7ARB4CUUD 他們有各種名稱 什麼核心 還有新手 一大堆 FCD0822 這個有百家信物 獨門信物 然後這個 單次的禮包碼 對話碼 就是虛寶序號 有8BAI BBC 然後WUD 然後GGAW BDC VQY 然後VGA3 BGC UG3 然後KGA5 BRC 24F 這個有元寶 再加武器箱 再加夢幻水晶 直接可以拿武器箱 刷一些神裝 然後還有這個JTAQBYCCTM 這個是有元寶加防具箱 加夢幻水晶 好 這個一些福利 好那禮包碼的兌換方式也分享一下 就是在遊戲中啊 點左上角的人頭 接下來點設置 接下來再點兌換碼 基本上 就差不多 禮包碼兌換碼 虛寶序號 這個CDKey 就是人頭 設置 然後點兌換碼 輸入我們的禮包碼 就可以兌換了 那目前總整理 大概好幾十組吧 虛號就一起分享給大家 這個開服到現在 很多啊 好那虛哥來分享這個 遊戲啊 這個最神的神功搭配 包含這個流派啊 各種最強的 武學啊 翔龍神掌 翔龍十八掌 那跟之前那個無名江湖 簡直超像的 他們就是抽一些武功嘛 武學然後搭配啊 卡牌然後先後順序 虛哥覺得大概有 87%像吧 可能還更多啊 哇 說不定98%像 反正超像的 跟無名江湖 他們是不是 哇是不是師出同源啊 超級像 不過現在都這樣 比如說出一個什麼打達特攻 就會出一個三國版的打達特攻 然後又出一個什麼 就是都會很像這樣 這樣打達特攻之後就有出那個 三國那個 忘記那個叫什麼 反正很多 玩法超像的 現在都這樣 好 翔龍神掌 翔龍十八掌啊 天下第一 一概幫的神功 那這個是必推的 是洛雷霆 招招威力無窮啊 無招不破 無堅不吹 翔龍派 那這邊有他的搭配 招式 像是有翔龍掌 飛龍在天 然後潛龍勿用 神龍掰尾 翔龍回天 龍戰魚也還有 抗龍猶回 這個是翔龍派 非常神的一個神功 那蠻推薦大家可以玩這個流派 翔龍流派 翔龍十八掌 那招式也非常帥氣啊 這個是他的那個遊戲的戰鬥畫面 那翔龍派的話呢 就是 算是遊戲頂尖的水平啊 直接可以造成高傷啊 然後非常優秀秀的一些搭配的這個 無限轉排啊 然後很強力的輸出 不管是單體啊 或是大量的直傷 都是很高的嘛 他是最優秀的一個流派了 核心卡牌 翔龍掌 飛龍在天 然後還有潛龍勿用 這個是翔龍派最重要的卡牌 這幾個 他的核心卡牌 那翔龍掌呢 是流派最核心的角色 最核心的這個 武功的卡牌 然後由飛龍在天和潛龍勿用呢 就可以直接獲得翔龍掌 而且容錯率非常高 每個回合都可以打出 極高的傷害 而且沒有斷連的機會啊 算是非常神 他都把一些就是好用的 方式都跟大家講 翔龍掌搭飛龍在天 造成24點內傷 飛龍在天24點 然後獲得3張翔龍掌 他們可以這樣搭配起來 飛龍在天的話 的話他是這張卡牌會造成24點內傷 然後 獲得3張翔龍掌 單體輸出 然後獲得3張卡牌 以1換3絕對血賺 而且打回來的話呢 自己的卡牌又回來了 就是用飛龍在天 就可以增加3個翔龍掌 翔龍掌又可以增加24點的輸出 那潛龍誤用的是全體輸出 AOE 造成敵方全體的30點內攻傷害 所以他這個有單體輸出 然後有全體輸出 都算是蠻優秀的 而且技能釋放之後呢 還會釋放一層這個 這個debuff 減少他的戰鬥力 打多人的時候非常好用 潛龍誤用 而且可以獲得這個翔龍掌 還有這個神龍擺尾 神龍擺尾 增加招式的傷害 一些輔助的卡牌 還有翔龍回天 所以他有一些搭配 像什麼氣一抽二啊 可以快速的進行卡牌的換 轉換運轉 還有抗龍優惠 他會消耗所有的翔龍掌呢 造成這個內傷 還有提高他的傷害輸出 大量的buff 消耗越多呢 傷害就可以累加 累加越多啊 這個非常猛 所以這個 游派算是非常省啊 所以必推這個翔龍 翔龍流派 而且又很帥 名稱又很猛 這卡牌基本上是不會卡的 非常多的卡 好這個就是最神的流派了 分享給大家 好那今天攻略分享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歌頻道 看旭歌 手遊攻略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